康康就三歲兒兒錄新曲 聽到嗆我不錄了 康康就三歲兒兒錄新曲 算了 好朋友的話是最貼心的 我要相信他們生活了 康康慶祝出道20年 帶著老婆和兒子順哥 宣布將在11月11號舉辦演唱會 他就兒子合唱新歌 錄音的時候 我兒子比較辛苦 因為錄這個音的時候 他才三歲半 然後他又不認識字 但是我一時會有那種製作人上身 就會說你怎麼這麼笨啊 你這樣交幾遍 欸他突然就說我不錄了 還要給你沒有面子 您這樣看文哥還敢再上第2個嗎 其實我們一直也沒有在避孕 電視劇在演好像一夜前 那個就懷了他孩子 我感覺那太過豪小 除了傳宗接待 還是要有一些生活樂趣 但是都一直還緣分還沒有到 這一兩年我少喝酒了 好像說喝酒會這個殺雞 什麼意思 不是 喝酒會很小 但是會影響 這樣你知道嗎 實說康哥此函 和朱大哥合作過大外魯曼2 改變6月20號將在短暗上映 金跟朱大哥告別是撞同一天 我們8點應該8點半吧 因為我們的飛機是下午 鞠躬鞠躬完然後再去 我覺得這樣很好就是 朱大哥也會保佑我們 一路平安然後到那邊 一切順利這樣 鞠躬過大外魯替 再去看 感谢观看